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 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 苏宏达苏教授 苏教授早 风行早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 我们现在要实施一种就是呢 来宾戴口罩 然后我不戴口罩 辛苦了 疫情的最新发展 现在是全世界有十亿人口 都被禁足了 这个不可以随便的外出 不管是采购 甚至于一般的工作 现在疫情发展 因为其实现在全世界 现在好像只有一条新闻 就是冠状病毒最新在全世界的发展 以及各国的反应 那我想报纸其实 不管电视报纸 国内国外广播 其实都谈了很多了 现在看起来疫情就是 从亚洲开始嘛 从中国大陆开始到周边国家 再从周边国家到这个欧洲 那再从欧洲现在到了美国 那现在感觉上 欧洲基本上意大利还是非常严重 那意大利也严重 坦白讲有点出人意外 就说他已经持续了好几个礼拜 然后他的死亡数字 还是非常非常高 那这个是非常令人惊讶 那么美国现在开始各州也变得严重 纽约州现在尤其是非常非常严重 我昨天听到一个医生 他有一种说法 我觉得他那个说法蛮有道理的 他说有时候这跟你的医疗的先进与否 其实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而是因为欧洲长期来讲的话 他们呼吸相关的疾病 其实并不是那么严重 所以他们现在重点都是放 以内科来讲 重点都是放在糖尿病 胆固醇 然后心脏病 这高血压 这一类的疾病 那呼吸相关的科别的人数也好 准备也好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所以可能应付上面困难 其实跟之前他们所擅长的疾病的科别 有很大的关系 我相信这是有影响 因为我举两个 至少是经验上的例子 第一个如果各位要到美国 比方说留学生要到美国念书 甚至移民的话 你大概要打的针很多 要打很多疫苗 要打很多疫苗 那这是第一个 也就是说 就美国甚至欧洲 这些国家的 它的这个病菌的防范来讲 其实它是相对来讲是很严谨的 那第二个是我自己在台湾观察 就是如果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的人 他来台湾做交换学生 他第一学期通常很容易生病 我觉得因为台湾比较湿嘛 他们比较热 潮湿 对那我再举一个 这个是我长期观察欧美的一个现象 我们在欧美看那个小孩子 大人带小孩子有个现象就是 小孩子喜欢吃大拇指 就是说在欧美啊 小孩子都是把大拇指放在嘴巴 然后家长并不制止 但是呢 你就看到如果他是华人的话 或者是亚洲人的话 那个父母就会打小孩 吃手指 然后那个 很脏耶 然后那个欧美的那个父母 就白人 或者是当地人的父母 就看着那个华人 这个怎么 这个父母真是 真是无礼 这个小孩吃个手指头 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知道在台 在亚洲是不可能嘛 那我后来慢慢就理解到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对病菌的放心 也就是说欧美他们很放心 让小孩子吃手指头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长期是一个干冷的大陆 而且长期是一个宫位先进的地方 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染病 也就是他们认为自己不会染病 大部分也不会 就是说我在欧洲看 大部分美国欧洲小孩子吃 吃到爆啊 我觉得 因为他们说那我问过这个儿童信息 他们说这是一个安全感 这是孩子的一个安全感 你不要博博博得他 一副感 对 所以那这个就看出来 就是说那为什么在台湾不能吃 因为很容易得病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区隔掉 刚刚我想呼应你刚刚讲的 就是在亚洲因为比较潮湿 然后我们的卫生条件比较差 所以我们向来就比较紧张 比较敏感 一有点事情就比较谨慎 那欧美长期处在一个比较 宽松的病疫的环境 所以他们是比较不紧张 我现在很多学生回来了嘛 就因为美国现在都停课了 他们就干脆回到台湾 因为他们停课以后宿舍也关了 我说宿舍关 然后那他们说宿舍关几个 集中在一个 可是问题餐厅都关了 所以他们就回来 那回来 他们就讲 他们一停课以后就马上回来 因为他们知道 就是台湾的学生知道疫情紧张 可是他说他美国的同学呢 一停课以后就去滑雪了 就去狂欢 就去狂欢了 然后他们就说没事啊 他说现在就是party time 就是party hours 就是说现在 就是那个概念 就是还是一个长期经验的累积 就台湾人比较谨慎 那现在疫情 我想大家谈很多 我想我不在这边重复 我倒谈几个跟 在疫情里头 现在我昨天有跟这个 跟凤馨还有助理就讲 我说现在已经没有新闻了 因为现在国际赛事 运动上全部停了嘛 对啊 东京奥运是一定延期的 然后所有领导人 不要讲说不见面 甚至被隔离了嘛 对 梅克尔还被隔离了 自我隔离 然后呢 那他到目前为止还是没事的 对对对 但是他就是自我居家 等于是自主管理啦 对台湾来讲自主管理 那就是说全世界的这个 所有外交活动全停了嘛 那 那我在这里去找了几个事情啊 那当然梅克尔 这是一个事情啊 那我觉得梅克尔这个事 呈现出他一个平民风 他很清楚的讲 就是他自行居家管 但我想啊 这可能是他难得的休息啊 就是说一个首相这么忙碌啊 然后他也不可能不处理事嘛 他就在居家里头 没有任何拜会 没有任何公开行程啊 那倒是有一件事是 宝贝尔啊 就是美国国务卿 他飞到了这个杜拜去啊 他到了 他到了这个杜拜 他也 然后呢 他要 他飞杜拜 对 那这个事情很特别是 因为现在没有人 外界 这个全世界的总统 外交部长 总理 其实都不飞了 大家都关在自己国家 那这是一个非常 那这个代表说 这件事非常重要 对不对 就是说 他等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做这件事情 那他做什么事呢 他要去挽救 美国跟这个 美国跟这个 塔利班签的这个和平协议 那这个和平协议签 为什么到现在遇到触礁呢 因为他是美国跟阿富汗的反抗 就叛军签的 没有经过阿富汗政府的同意 好 那阿富汗政府基本上不认账 那这里头现在有一个条款 受到新冠 这个冠状病毒的影响 变成急促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里头呢 他们有一个释放 塔利班 被捕战士的这个条款 那美国是答应了塔利班 说五千名 将近五千名的这个塔利班 现在在监狱的这些战士 要立刻释放 那塔利班说这是前提 就这是我跟现在阿富汗政府 和谈的前提 但是 那要阿富汗政府释放这五千人 那五千个人 那阿富汗政府是说 他必须先谈判以后 再逐步的释放 也就是说 对阿富汗政府来讲 这是筹码 这是我的筹码 我现在放回去 你就回来打我了吗 有道理 因为塔利班的武力其实不强 他其实几万人 那五千人是很大的 这些人回去 马上就变成战士 我怎么会放你呢 所以阿富汗政府就说 我不放 我要你谈了以后 我们谈好条件 我在逐步的释放 美国跟塔利班在谈的时候 把阿富汗释放囚犯 这件事情 视为他的筹码 美国会不会太 太一厢情愿了 美国向来 美国撤退的时候 他一定是跟敌人谈判 压迫自己的人 这是美国的模式吗 为什么因为我要撤退 就是因为我已经确定 我在这边没有办法取得真正的胜利 所以我必须离开 那我那这个对手 其实是我只能跟他谈 我离开 但是我没有条件压迫他 我压迫的是 我的筹码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压迫我的朋友让步 那现在为什么就在急迫呢 因为冠状病毒 大家知道冠状病毒让很多人 很多监狱现在都释放囚犯 因为这个集体传染会很严重 那现在就变成说 现在当然还没有传出 这五千个人有冠状病毒 但是不排除 那一旦这个冠状病毒 以阿富汗的这个卫生条件 公卫条件 医疗条件 一旦这五千个人感染了 染病了 你要救还是不救 你阿富汗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救 那美国要不要救 美国也不可能救 那就会变成说 美国原来有的筹码就减少了 就这个筹码突然有一个死掉 两个死掉 那就会造成恐慌 甚至暴动 那这个情况就变得很紧急 所以宝贝尔就在这个时候 当美国的国务院下令 所有人不准旅行的时候 他还不得不飞一趟 就代表说这个事情有多严重 所以这个是我看到现在 就是说冠状病毒对国际政治 一个很直接的影响 就是说因为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现在 但是呢 目前看起来阿富汗政府 不可能松果的 现在没有看到他让步的迹象 没错 当然不知道美国后面有什么杠杆 因为但是美国和盟军已经开始撤离 也就是说美国和塔里班达成协议以后 美国就开始撤离 尽管塔里班和政府还没有开始展开协议 所以这是 这不是更危险吗 因为你美军就撤离 盟军就撤离了 而塔里班可以说 因为你没有遵守协议 所以我也不需要遵守协议 那不是更危险吗 所以他变成一个互相撤走 为什么 那阿富汗政府就更不敢释放这个囚憾 因为这可能是我唯一的筹码 就说这可能是我现在唯一能够制衡塔里班的筹码 那你要我放了以后 你美军又走了 那我还剩什么 所以这个基本上 然后阿富汗政府内部也分裂 就是说政府和反对党 基本上像前一阵 但是这个政府已经就任了 美国也承认 可是就任的时候 他有两个就职大点 一个是现任总统 一个是反对党 反对党声称他胜利 政府的票数是舞弊 所以内部也是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真的很像1970年代的越南 南越一团混乱 这个就是在中国这个古书讲的 议论未定 兵以临臣 就是说你在内部还吵了半天 人家就已经在你门口准备打进来了 所以全球疫情当中 没有人注意到阿富汗现在有一个 可能是就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一个极大的变化正在发生当中 美军正在撤军当中 我相信美军现在撤军的速度会更快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疫情如此的话 美军现在不敢随便停留在 公共卫生条件比较不好的地方 对然后宝贝尔这次去 他这个当然是很紧急 但是同时现在国务院 像昨天的这个国务院的外交官学会 外交官工会 就是捍卫外交官权益 这个我觉得其实台湾公务员 不准组工会 我认为这个政策有必要检讨 因为在欧美国家 公务员都是可以组工会的 所以美国外交官有个工会 工会已经发表声明 他认为宝贝尔没有负责任的 保护散布在全世界的美国外交官 他说你那这些外交官都暴露在 最危险的环境 所以他们现在提出 对宝贝尔强烈的抨击 说你应该要更透明的资讯 更积极的做法 更清楚的指示 让我们的外交官 还有他的家属 在美国政府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保护的情况下 能够免于疾病的攻击 那这个其实是 这公会公开发表的 我自己觉得说 我们国家的公务员 其实各部会也应该要这样的组织 可是那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其实美国可能派驻在各地的外交官 都有可能只要其中有任何一个地方 几位染病的话 他都可能使得他的那个外交官 甚至要撤离的压力会变大吗 是啊 因为现在这个就是说 这个敌人是这个病毒是无国界的 是看不到的 那而且美国 美国虽然很先进 可是问题 他暴露在世界各国的外交官 不是美国政府的防疫网可以保护的 所以这是美国外交官公会最大的这个担忧 而且还有眷属 所以那他们说你这个时候 你没有好好处理 然后他这个时候还到阿富汗 就是他内部有这么大的抨击 然后又有旅行的禁令 他还去杜拜 都哈对不起 去都哈 建了这个 建了这个阿富汗的这个首领 然后这个阿富汗的政府 那就代表这个事情有多紧急 然后这个和平协议有多脆弱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呢 其实这一次的疫情 除了有最新进展 大家每一天都可以接收得到之外呢 其实在疫情过后 那么苏教授呢 预判全世界会出现几个重要的发展 第一个是去全球化 第二个是去民主化 第三个是去自由化 第四个是去实体化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欧洲旅游区 Sofia Lang Chang Jacky Henny 魏强 Pamilo 以及 Yvan Seven Terry 还有这个 Shen Chu Huan 以及 Justin 还有 这个FDQE无上线 有没有后遗症 当然有 而且那个后遗症极为严重 极为严重 不知道美人会不会就这样走向衰弱 我今天其实 我今天 对不起各位 我今天是第一次呢 在上节目之前心情非常不好 大家都知道说我在一大早的时候呢 我很希望传递的是一个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开心 我周边的人开心 这才是我的职责嘛 所以呢 所以我都会表现的特别的开心 我其实真的是就在上节目之前 心里头就在想 一直在盘算着 这个无限量的量化宽松 它到底那一个 后续的效应会有多大 我算不出来 我也推估不出来 我可能需要看更多的讯息 或者看一些历史上 这历史可能就必须要推到几百年前了 因为有这种中央银行制度以来 还没有人推出像这样子的一些行为 那有了中央银行之后 没有中央银行之前的国家是如何应对的 我可能要去查一些资料 我才会知道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只是病毒的变化 它还有很大的是金融跟经济行为的重大变化 我觉得我想要学习一下那个Bridgewater 就桥水基金的创办人Ray Dalio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先谦卑的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懂 然后接着很认真去研究一些历史的资料 可能才能够分析这一件事 或者是勉强的有一点点可以应对 因为我之前我都会觉得说 我好像都已经做了一些很多的杀盘推演 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笃定 但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不笃定的一个状态 非常非常 我要拜托大家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 苏永达苏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以及所有透过网路各种平台收听 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好那么苏教授 其实就疫情的发展 每一个人都在每一天跟随 当然美国最受瞩目 今天早上以美国CDC的统计 是四万一千多病例了 但是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推估大概是四万三千多例 我觉得这速度成长速度还是会很快 那么我们先来看的就是你说疫情过后 国际政治上面可能会有几个重大的结构性的改变 对我想疫情终究会过去了 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疫情其实也不是第一次 但是可能在这个二十世纪或者是二十世纪后半夜 二战结束以后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疫情 那除了SARS 可是现在看起来SARS比这个容易处理 对容易处理 那第一个我的判断就是去全球化 那去全球化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大概二十年前吧 有一本书叫十五年前地球是平的 这个美国做的 就美国很多这些 对就是他们的取名 然后他们提出概念都很有前瞻性 他当时讲的一个概念就是 这个整个世界呢因为这个冷战结束 因为这个大家都走向资本主义 因为大家都走向自由贸易 那有点是呼吁当时福山的这个历史终结 那福山讲的是政治 就是说政治上大家都走向自由民主了 那这个地球是平的 FREMAN就是一个经济 就是说贸易上呢 因为大家都因为各种的几次的这个WT都谈判 让这个贸易障碍越降越低 所以呢大家这个货物货畅其流 这个资金货物服务业都畅其流 那当时有一个讲法就是说 你可能现在打在美国打个电话 接你的人是个印度人 因为他的这个售后服务放在印度 客服中心放在印度 然后呢工厂在中国 然后那个零件呢可能在台湾 然后这个某些东西呢 这设计部门可能在芝加哥 然后在他说 就是说全球分工是一个趋势 那这次冠状病毒就很明显 就会把这个打破了 那这个打破之前 其实在政治上已经打破了 也就是说 当时佛山讲的世界一家 自由民主显然没有实现嘛 那么现在在冠状病毒爆发之前 其实以川普发动这种贸易战 切割这个世界 就已经发现世界并不是一家 而走向集团化 就是说那个概念 而且不断集团化 而且是个别国家为主 那所以接下来所有企业的布局 都会产生变化 就是说大概以苹果来讲 苹果大概一方面 他大概不可能把这么多生产线 继续集中在中国大陆 可是二方面又产生一个困难 他不在中国大陆要去哪里 也不是那么容易 也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你现在发现到说 那时候说疫情因此要退出 中国大陆市场的这一些人 你现在回头去看谁能够讨得过 对就说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势必是重新思考 包括台湾 台湾的很多企业也必须重新思考 所有的布局 那当然就说你想做跟你能做 可能有个距离 可是大家都开始去思考这个事情 那这个是一个不得不 那另外一个全球化的面向呢 是全球化其实它相对应的一个治理机制 是全球治理 也就是说它必须要有一个机制 以国家各个国家集合起来去处理一个事情 就像当初金融风暴 在2008年爆发之后 2009年举行的G20的峰会在伦敦 你从某个角度来讲 那一次的合作也是全球化的最高峰 对就说美国欧洲心胸很大 他们从G7跨出来邀请 向来被他们视为是比较弱 或比较落后 是不属于他们自己圈子的这个非西方国家 尤其是中国大陆 尤其是印度 尤其沙古地阿拉伯 这些国家进来 那还有土耳其 还有南非 那么共同去处理这个世界的危机 那也确实度过危机 后遗症是有 可是那个危机的确度过了 那这一次看来就是相反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个礼拜 我们谈的是上个礼拜一 就是G7才开了一个峰会 就video conference 对是用电话视讯 对电话视讯 现在看起来是个灾难 也就是说 你这个七个领导人 七个最伟大的国家的领导人 在最伟大的川普的带领下 结果呢 搞了最糟的结果 就是说 你说第一个 没有任何具体的政策 第二个 各国各采政策 包括美国强力政策 就像刚刚您讲的 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用 那美国自己也自顾不暇 欧洲国家也自顾不暇 那日本更是头大 他现在处理奥运的问题 那但是呢 这么困难的时候 你也不愿意开放你的决策圈 给非西方国家 也就是说 你不行了嘛 就是你不管是美国单独 或者美国加上欧洲 或再加上日本 这七个国家 现在都自顾不祥 现在共同推出政策 然后呢 你推出了 然后你各自采行政策 也解决不了世界问题 可是到现在 我也没有要举行一个 G20的峰会 邀请中国大陆 邀请普丁 邀请莫迪 邀请这个 这个南非 这些国家来贡商一个政策 也没有 所以这个就代表 全球这样的一个治理机制 因为 所有的国际组织 最上面的决策 当初就是G7 后来就是有一点G20 那但是呢 这个机制显然 没有 现在这次看起来 坦白讲是垮掉了 所以苏老师刚刚讲的 第一个 这个去全球化的 这个面向呢 你讲的是经济的 市场的 生产的 这一个部分 其实它会不会造成 真正的去全球化 现在还不敢讲 现在只是说 企业在这么想 重新布局 但事实上 它真的必须要去 这个 这个 这个实际上面 要设厂啦 改变地方的时候 它考虑点 比我们想象中 要来的复杂的多 因为它牵涉到 供应聚落的问题 可是呢 你想这个 第二个面向的 全球治理 这就是太明显的了 对 就是你要再去看到一个像2008年09年那种全球大合作 大团结 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 然后 刚刚讲到切副局 一点都不错 我想举一个台湾 我想不讲名字 最大的IT代工 那我知道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们曾经在印尼 在巴西 在印度都尝试过 都是 然后都不容易 那 我举一个印尼的例子 我跟他们的这个负责的 就是说负责的印尼案 谈过 他说 那我说印尼的困难在哪里 他说印尼最大的困难 他说 他说其实 官员所会这个事 这开发共同国家很多 他们很习惯应付了 但他说他们可以 我说那印尼 印尼他们没有办法应付 印尼的问题 他们那时候讲 他说印尼的问题是没有一个老大 没有人拍板做决定 他说你今天 你今天把这个人摆平了 隔几天又冒出另外一个人 今天是省长 明天是地方的这个军团司令 后天的是这个什么 他是总统的什么顾问 后天是这个资政党的什么人 他说这个地方就一个小地方 就是有一堆这种地头蛇 他说 穷于应付 穷于应付 你不知道 然后你发现谁都摆不平 谁都摆不平另外一边的人 所以就没有人能够拍板 那所以 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 这个就不是我们能够 不是企业当事人 你能够想象的困难 那我觉得那刚刚讲到就是说 国际治理到全球治理 另外一个垮掉的是国际组织 我想这一次呢 这个WHO呢 我们台湾因为一直被排除在外 我们一直要加入 那可是WHO现在本身这次就基本上 我想这个疫情结束之后 这个民主党一定会下来 然后呢 WHO一定会被检讨 然后更重要的是 整个疫情里头看不到他的角色 就是说 WHO第一个 该警告的时候也没有警告 该协调的时候也没有能力协调 该派专家的时候也没有人鸟他 所以有没有WHO好像跟你 能不能应付疫情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人家问那你存在干什么 那WHO很有趣啊 我不知道那个是一个讽刺 因为WHO 他做了一个广告就是 I care you 那问题他 WHO是who嘛 那who cares you 就是说 谁管你 就是这个 那这个我想是应该有点枯舌 被改造的了 那但是呢 就是说 WHO这次很明显 他基本上没有任何人在谈 由他来防疫 没有 除了WHO之外 我觉得在接下来你会发现到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是 IMF 国际货币基金 恐怕想要去稳定全球的经济跟金融 也是不可能的 是 那联合国要在这里面扮演角色 其实联合国在过去 当然因为一方面因为川普的关系 二方面呢 他当然内部的要达成任何的协调也非常的困难 然后呢你再看到这个世贸组织 WTO 他其实也有他从多哈回合之后 他要再谈成任何的协议也变得很困难 所以这个国际组织的无法全球化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这一次疫情之前就已经出现 只是这一次恐怕会让他吹哭拉朽的可能会崩塌的会更严重 对因为像世贸组织呢 在美中贸易战里头就完全被边缘化 就是说美国完全是违反WTO的规定 就是说不管就是说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大陆 就是说你这个滥用这个规则 不过这个就是一个法治嘛 法治基本上就允许你你比较聪明 然后你就会钻那个法治的 没错 就按照那个法治得到比较大的利益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有点这样 就是你按照那个规定 然后你赚到钱 但是呢美国输了 那美国就觉得哇我吃亏了 那美国做的不是回过头来改规定 而是直接就用单方面的行为就处罚你 那这个就完全违反WTO这本身的规定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刚刚看到的那个去全球化 它不一定是我们看到的经济市场面 我觉得经济市场面要去去全球化是很难的 但是那个全球合作 不管你从国际组织或者是领袖跟领袖之间的合作 看起来它其实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建立的架构可能会摧毁殆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那么刚刚那个很多人被限流了 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也被限流了 昨天龙凤沛也被限流了 恐怕昨天的节目 财经起床号也是被限流 很明显 因为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去应对 我觉得Youtube我不知道到底Youtube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 就我们的节目不会 病毒入侵 对 我们的节目不会出现在 你有订阅 但是不会出现在被订阅者的主页上面 这事情其实还蛮严重的 我觉得非常严重的影响到 乐听人的权益 那这样订阅有什么意义呢 我其实 我其实经过了三个节目之后 今天这第三个节目之后 我有点点愤怒了 我觉得 我觉得Youtube里头有人在搞鬼 我不客气的说 他觉得是有人在搞鬼 因为我们其他节目并没有这样子被限流 那是什么理由呢 所以 我气 是民粹举发的原因吗 他就不推送了 这不推送实在是太可恶了 因为你要 请问一下 这还有言论自由可言吗 真的 我们后来昨天 龙凤沛的做法就是 重剪 然后再重新推上去 那但是我觉得今天 对啦 我知道啦 对Youtube的无耻我是知道 但是我觉得 做到这么的明目张胆 是觉得很过分的 因为我自己 用我自己的手机 我自己有订阅 我连我自己的手机商品都看不到 所以我才觉得很生气 马上就回来了啦 对啦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请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是台大政治系 国际关系讲座教授 苏永达苏教授 这次的疫情的发展呢 其实它远比疫情本身的冲击更加的深远 刚提了一个去全球化 可是你基本上还认为 全世界会出现一个去民主化的一个趋势吗 应该是这样讲 应该说民主停滞了 那我讲去全球化 我做一个结尾 那去全球化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的判断是区域化 就是说 未来大家会发现 就是说你的邻居真的比 就远亲真的不如近邻 因为你发现 就你隔壁那个人 他又富裕 他又健康 他又没有病毒 是蛮重要的 然后真的有事的时候 邻居是比较容易帮忙 所以我也是用这个来判断欧盟 因为最近很多 包括金融界会问我说 欧盟会垮掉 又来了 那我说不但不会 而且他不得不往前走 大概是这样 那就是一个区域化的概念 就是说大家发现 全球化的机制不可靠了 全球化的物流也不稳当了 那我基本上会回到 那回到自己国家 你活不下去 如果你继续这样 照现在这样锁国 是不可能 你一定要流动 但那个流动会让区域化 会更强大 所以亚洲区域化这件事情 会更快 所以RCEP 我认为在疫情之后 会马上往前走 马上签署 因为大家都需要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去民主化 这是一个很激烈的预判 我想去民主化 去自由化 这两个一起做 第一个民主就停滞了 现在没有一个 非民主国家变成民主国家 大家如果看 这个过去十年 其实没有这样的例子 那很可能像阿富汗 所谓的民主国家 马上要变成非民主国家了 所以民主有点退场 那第二个大家看 这次为了这个疫情 全世界铺天盖地的采取的措施 其实是对个人自由 严重的一个压制 而且如果看那个程序 我们就突然发现 原来政府要限制我们的自由 其实是很容易的 那有的国家宣布战争状态 有的国家宣布紧急状态 那有的国家像台湾也没有宣布 但是因为疫情需要 就不得不限制你的自由 你的旅行各方面 那就发现原来我们平常享有的那些 自由和那些轻松 那些任意 其实是很脆弱的 那这次其实就看到了嘛 就是整个全世界不止在台湾 在欧美也是 像法国 法国现在限制的这个自由力 这法国媒体就讲 这个是从拿破仑以来就没有的事 拿破仑以来除了战争的时候 没有这样的事 那法国人是自由惯了 意大利人是一天到晚说天说地的 也被限制在家 那就发现就是说 原来个人自由是很容易被限制的 原来民主机制是很容易退潮的 那所以这两个这两个命题 其实现在是政治学很大的一个讨论 就是说自由的界限 还有民主的巩固 就怎么样民主要能够处理危机 民主不能处理危机 民主就会退潮 这是因为不管任何的政府体制 它的核心点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那如果说今天人民在灾难当中 结果发现说政府因为 它的体制问题而变得无效率的话 它就会期待的是 它宁可要一个强大有效率的政府 这就是现在中共的说法 就是说中共所呈现的 就是说对 我很强硬 我很汉 然后我对人民非常非常用力 但我做到了 我现在的疫情下降了 我开始恢复生产了等等 那我是有问在大陆的 就是台湾人 但是是在大陆做制造业 那他的厂是在福建 我问他实际上 他说真的是恢复 他说真的恢复 他只有现在从湖北回来的人 他们还有管制 但是其他各省人都回来 然后他们已经开始恢复生产 我说那不会担心 他说会担心 但是基本上没有那么紧张了 因为他们复工 其实也已经超过两个礼拜了 对 所以对他们来讲 那个运作已经开始 慢慢上回到了 对 所以我碰到一个 有一个朋友 他就讲 他说现在变成说 中国制造要重新输入到全世界 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多地方停摆了 他开始生产了 好 这个是去民主化跟去自由化 第四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猜测 去实体化 我觉得要完全去实体化 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呢 虚拟世界的运作会变得更强大 那就是一个事实 对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我跟一个很熟悉电影工业的朋友 他在美国 他在Hollywood 那他讲 他说现在呢 他说这个疫情之后呢 电影院基本上可能会关掉一半 然后呢 大家都用那个Netflix 在家看 大家都看串流嘛 所以串流会起来 然后电影院会没落 娱乐产业是这样 对 那他说这个的影响是什么呢 他这个影响就是电视剧会大过电影 他说因为在家里看串流 你比较能够看电视剧 而且你喜欢看电视剧 就影集 你喜欢看影集 大过看过电影 因为电影 就说你会 就说就制作的角度 就当大部分人在家看串流的时候 我制作电视剧影集是比较划算的 因为我做一个场景 我就拍20集 我那个明星 我找我整个这个团队就拍20集 有道理 就只能20部电影吧 那我搞了半天 我才拍一部电影 对 那他所以 因此这个 他说他认为是 整个电影工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 就是影集会大于电影 影视产业 就大洗牌 会大洗牌 其实有道理 因为你看到 虽然说像 以北京为例 我今天看到最新数据 那北京虽然已经都 都复工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然后苹果的门市部也都已经开了 当然我也听说了很多的餐厅 现在开始慢慢的 其实都是客满的 可是他们的电影院 在20 21号这两天 整个的电影院两天加起来的票房 多少钱你知道吗 不晓得 21万新台币 21万新台币 可见的大家就是不敢去电影院 因为吃饭还是必须的 但看电影没有那么必须 而且看电影有取代性 我在家里串流 我在电脑前面看 而且电视荧幕现在家里越来越大 所以他讲 就去实体 那家里头的电视恐怕也真的会更大 就说家里的那个 就说私人的这个视听设备 会往前走 因为你更需要它 有道理 那所以他就讲说所谓去实体化 大概这样的一个方向 但电影院会不会完全消失 看起来也不会 但是它会萎缩 然后串流会兴起 那这个就对产业就有一个新的变化了 所以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 都不是告诉你说就完全没了 比如说你说市场的全球化 它还是会继续 但是问题是呢 那个区域化成长的速度 就会比你想象的 对会大于全球化 然后呢国际机构所能够扮演的角色 我们其实想要期待 其实几乎已经不太可能了 区域机构会起来 对区域机构会远大于 国际性的 不管是WTO 或者是World Bank 或者是IMF 恐怕它的这个重要性 区域会远大于全球 然后你再加上这个民主的退潮 然后自由的限制 得到了它的正当性 这一些发展 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非常谢谢苏宏达 苏教授 也非常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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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